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学习色彩的连绝 不同的色彩有着不同的寓意和作用 当人们看到某种色彩时 除了可以感受到物理方面的影响外 也会产生一定的心理感受和联系 联绝是指一个刺激 不仅能引起一种感觉 同时还会引起另一种感觉的现象 是不同感觉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色彩的连绝就可以理解为 由色彩引发的联想 现实生活中 连绝有很多种表现 最典型的是在色彩感觉中出现的连绝 暖色调的颜色 如红色、橙色、黄色等颜色 会使人产生温暖的感觉 反之 蓝色、青色等冷色调 会使人产生寒冷的感觉 橙色等亮色 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人感到快乐与舒适 而深蓝色和黑色等暗色 有可能使人感到压抑和沉闷 导致人们情绪低沉 色彩感觉中的连绝现象 在视觉设计领域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我们可以参考色彩 感觉中产生的连绝表现 来进行农产品色调设计 以达到完美的视觉效果 色彩是由色相、明度、纯度三种属性所组成 其中的色相就是人在最早认识色彩的时候 所理解到的属性 也就是色彩的名称 例如红色、黄色、绿色等 明度是色彩的明亮程度 不同的色彩给人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 构成色彩的三要素就是 色相、明度、纯度 色相指的是色彩的特征和相互区别 是色彩的相貌、色彩的倾向性 是区分色彩的主要依据 色彩因波长、不同的光波 作用于人的视网膜 人便产生了不同的颜色感受 形成色彩 色相具体指的是 红、橙、黄、绿、青、蓝、紫等 明度是指色彩的深浅和明暗 所显示出的程度 如果在标准色中加入适量的白色 颜色会逐渐变亮 直至全白 在标准色中加入适量的黑色 颜色会逐渐变暗 直至全黑 这就是明度的变化 草地和树木虽然都是绿色 但草地的颜色交浅 而树木的颜色交深 因此当树木的颜色 和草地的颜色 结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区分出 哪是草地 哪是树木 并产生层次感 这也是明度的变化 纯度指的是色彩的鲜艳程度 也称色彩的饱和度 彩度 鲜度 含灰度等 如橙色的标准色 通过调低色彩的饱和度 最终会变成灰色 饱和度高的色彩 对比饱和度低的色彩 前者看起来更鲜艳一些 色彩的心理应用 是指光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 产生色感的同时 产生某种情感的心理活动 直白点说 就是人眼看到不同的颜色时 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 例如 红色象征着火焰 太阳 鲜血 花卉 体现了温暖 兴奋 热烈 希望 忠诚 健康 充实 饱满 幸福 等情感 蓝色 蓝色 象征天空 海洋 水 太空 宇宙 体现了平静 冷淡 理智 速度 诚实 真实 可信 深远 崇高 等情感联系 而灰色 而灰色 象征 阴天 灰尘 烟雾 食材 给人以柔和 细致 平稳 朴素 大方 平凡 谦和 中庸的感觉 不同的色彩 不同的色彩 具有不同的性格 与表现 蓝色 绿色 紫色 都属于冷色系 给人以冰凉 沉浸 冷清空荡的感觉 让人感觉如冰块般的寒冷 等意象 红紫 红 红尘 尘 和黄尘 属于暖色系 象征着太阳和火焰 给人以温暖 柔和的感觉 在不同的文化中 对于颜色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 对于颜色的喜好 也不一样 但在某种程度上讲 颜色的性格属性 还是有一定的统一认知 例如 红色 给人冲动 精力旺盛 具有坚定的自强精神 橙色 则是 对生活 赋予进取 开朗 黄色 胸怀眼大的理想 为他人献身的高尚人格 绿色 是给人的感觉是胸怀宽广 思想解放 蓝色 给人的感觉是性格内向 责任感强 偏于保守 紫色 紫色是 让人缓和放松的颜色 它高雅 浪漫 还神秘 还有黑色 给人的感觉是强大的 沉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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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柔和 柔和的明暗关系 画面 对比度小 强烈的明暗关系画面 对比度较大 可表现 高端 内含 无声 胜有声 低调中 净显内在品质 或格调的优秀 外揉 内缸 等 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学习内容 色彩是由 色相 明度 纯度 三种属性 所组成 每种属性 都会对视觉效果 产生影响 希望大家 能够轻松掌握色彩 在其典型性意义中 所表现出来的 心理效果 象征效果 文化效果等 了解这些效果 就可以自如地运用各种色彩 做出更好的设计作品 为你的营销 锦上 添花 今天的学习 就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